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没有想过200元 亲子或小孩就可以vacation 说的是这间开了几个月的飞行机构 最低建议可以15分钟 最长也可以30分钟 师傅他们的专注力 因为有些小孩专注力 没有那么高的话 可能玩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就说累了 就不玩了 爸爸或者妈妈 继续玩玩玩愈下的时间 而与飞行体验又适合哪个岁数呢 我们会建议在7岁或以上 成长可能会比较快 他们能够碰到所有的控制 可以自己驾驶起飞 由跑到起跑到自己降落都可以 又说可以驾驶飞机 为何只在这里不停踩脚踏 体验之前 我们会给小朋友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会有一个控制杆和脚踏 和里面的模拟器是一模一样的 比未体验过飞行的朋友 或者有机盘飞行的朋友 有一个概念 无论是爬升、下降、转左转右 它是搭控制方向和杀制 终于进入了模拟驾驶仓 好紧张 1比1赛斯立的小型飞机的控制室里面 它可以体验飞行的 我们可以提供不同的地方 天气和场景 最新有直升机 就是R22 Robinson 小型的两个人的直升机 同样可以模拟到不同的地方 和天气情况 有什么特别的飞行路线推介呢 最特别的模拟器 是模拟当年启德机场 一三跑道的降落 刚才我们去到前面的格子山 格子山转右 稍后可以直到启德机场 更加模拟夜景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些引路灯 一直在葵冲 去九龙城 是非常有趣和特别的 透过模拟飞行隔水体验 小朋友又可以有什么得着呢 我们飞行员的训练都要套用 A、S、K这三个的范畴 A是stand for Attitude 态度 S是skill 技术 最后就是K knowledge 讲到那个态度 可以训练到小朋友的 专注、领导、沟通 还有我们有时不同的情况 它的缺断力 直到模拟机 我们模拟到真正飞行操纵的技巧 无论起飞、爬升、转左、转右 需要眼、脚、手的控制 那又可以学到什么方面的知识呢 可以配合到现在中小学 讲到科普 STEM的教育 飞机里面的一些知识 关于物理、法学、引擎的动力 关于engineering mathematics 关于数学计算 飞行的爬升率和下降 还有technology 不单是引擎 是有以前的螺旋掌 新的飞机会有噴射引擎 还有怎样能够减低噪音的引擎 玩了一阵 不知道小朋友有什么感受呢 虽然是模拟飞机 不过我都觉得很真 最刺激是降落的时候 如果刺激 5分是满分的 刚才有多少分 刚才我都是满分 为什么这么想做飞机师 人本身没得飞 不过你坐在飞机上 我好像自己也是在飞 中文字幕 李宗盛